百年黨慶如大禍臨頭 美媒稱中共自信何在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近日北京當局封閉天安門廣場 實行空中禁票 中共郵政局、公安部、國家安全部 日前共同發布通告 規定在6月21日至7月15日 實施進京郵件快檢 全面二次安檢 網絡上傳出視頻顯示 很多座駐軍人的大巴士 開進鳥巢國家體育場 有北京網友爆料說 我剛去鳥巢 吳讓進都是軍隊的大轎車開進去 二百多輛還都帶著槍 不知道什麼事都穿著迷彩服等軍裝 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在6月20日 在推特上轉發一段視頻 拼配文說 北京市崇民門大街上的景象 幾十條狗加幾十個警察巡視 這是中共迎接一百週年慶生日的準備 很鮮明地反映出 中共與民眾的真實關係 表現出中共內心的深深恐懼 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 在6月21日發推文說 中共慶自己的一百週年 搞得這麼大禍臨頭 風聲學類草木皆兵 中共槍在手 錢在手 高科技監控器在手 說捉人就捉人 說封號就封號 這樣還怕什麼 這樣慶一百年 究竟是當喜事辦 還是當喪事辦 在中共建黨百年前夕 中南海不斷強化洗腦 6月18日 習近平率領政治局常委 重溫入黨誓詞 高喊永不半黨 6月19日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文稱 永不半黨不僅僅是一句誓言 民眾還回顧了1931年 中共上海負責人顧信章半黨事件 告誡黨內成員永不半黨 當年顧信章被捕後 投靠國民黨 導致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幾乎全部被摧毀 周恩來在多個捉捕後 帶人秘密潛入顧信章的家中 將其家人 保母 司機以及串門的朋友 共13口全部勒死 拼了撕在院中 近日 中共遭遇歐美國家圍堵 《G7峰會》、《北約峰會》 困首次將矛頭指向中共 中共在香港、新疆的人權迫害 對台灣施壓 隱瞞中共病毒疫情等 使西方世界喪失對中共的信任 美國之音評論說 中共在百年之際、嚴控社會、警告黨內和 對外宣傳與中共一貫提倡的自信是否相去甚遠 《日經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赤板明夫對美國之音表示 在一黨獨裁的政權裡面 黨慶是他訴求合法性的唯一手段 然而他接觸的很多中國民眾 對黨慶非常不以為言 對於習近平帶頭宣誓 但是永不半黨 赤板明夫認為 這個有點內人尋味 中共每五年就有一次權力交替期 內部鬥爭一定是變得非常激烈 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藤彪認為 中共搬出故信將滅門案 意在恐嚇背叛者 中共不但對人民殘忍 對它的敵人、對手殘忍 對自己人也非常非常殘忍 他說不僅僅是故信將滅門案這個案子 過去這種例子非常多 反右、文革等等 這種例子太多 而且是特別血腥 近年來中紀委對付貪官 也是極其殘忍 在裡面那種酷刑 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近期有關中共高官出逃美國的消息 在網絡上沸沸揚揚 騰彪表示 中共通過這些傳遞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 如果你變成了我們的敵人 如果你半黨出逃 不聽話的話 等待你的下場就是監獄、酷刑、死亡 刺板明夫認為 故順章事件在共產黨內部 一直是恥辱性 現在將這句話 即是永不半黨拋出來 我覺得就是在這裡向外說 黨內出了大事 神經病 殯忍 作詞 在錦 神經病 左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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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